无锡乡长吴正杰 两任的乡长即将骑满 转换跑道参选议员 10月1号在临头成立竞选总部 包括是县长赖峰伟 议长刘成昭林都前来加油打气 当场由吴正杰的妈妈 为他披挂竞选彩带 期许乡亲认同传承先生的乡政经验 支持吴正杰转换跑道参选议员 继续为乡民服务 今天来就是我们最一次的议员 一一次议员后 他就像来乡塞 来乡塞夷转成习的 转成郑仲议员 这八年九年所定定下 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难过他来乡塞 但是他受到转美国的高校 转他的想法很多 他正在议会议员证的时候 我就听到在大陆书长 哇 真的是有读书也真的是有差 他有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创新 提供给新政府 然后他也把这样子的一个创新的思维 也对他对我们 对啊 郑杰呢在我当第一任县长的时候 他也当过议员 啊一直也质询了 确实他的内容跟人家不大一样 他的见解也常常跟我交换意见 啊 真的是啊 刘美 刘美也刘富嘛 你说什么呢 在日本公司 在日本公司了解日本文化 又是刘美又懂得美国文化 所以呢他能够啊 把西方的这些想法 把这个是想法 那么直击到我们的胡锡乡 这些人的乌塞人会获得 吴正杰出生政治世家 父亲是吴明浩 当过乡长也当过议员 他在20年前 当年6人参选 就以第一高票 当选第二选区的议员 2014年2018年投入乡长 再以最高票当选乡长 任内也获得地方的力挺 这一次乡长任期之后 再度投入现议员的选举 继续为地方乡亲来服务 好好的主持人说了 阿杰也说了 妈妈就是感谢大家 我才继续支持 三更苦议员 这家乌 这家乌 他们的父亲 才有老爪 很古代的 阿杰是一个很尊重的乌亚 相信我们在地府 有地府的乡亲 大家都知道 我说你们都知道 他很尊重 很古代 很努力 这种人材 就要继续恢复 这家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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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有看不到的地方 也是愿望 也是祈祥 也是感谢 不管是代表会员 代表身份 还是说我们这个基站 这传统的历史顶 和我们很多的好朋友 有时间到那些时候 都会把我们一些好 一个资料 和建议 让我们说 让塞充要怎么走 让国家好 所以我们尽量这个 这家乌亚的决心 要让国家乌亚的决心 去送这个感谢资源 让国家乌亚 向国家乌亚来进展 今天在这里 让国家乌亚来祝光 感谢大家 当地来的支持 谢谢 那帅路来 第二个今天在这里 要向各位来帅民意 就是说 大家来到这里 国家乌亚 在八年前 还是四年前 那准来参加 这个乌亚的参战 是大家 跟我们支持 一些期待在的 今天这几年 就是我们这个 算是说 和夜到期 这个毕业典礼 吴振杰历经 湖西乡长 澎湖科技大学讲师 美国春田大学 休闲管理硕士毕业 可谓是经验丰富 吴振杰的妈妈也表示 吴振杰就像牛一样 来形容他 醉骨就拖 醉人就拔 情跟湖西乡土 浇灌家乡情 这只牛很不错 也值得乡亲 再继续给予支持 这只牛很认真 值得信赖 记者王海龙报道 晚安 早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